如果让我选择一个地方来代表台湾的文化的话 比起101我可能会更选择这里了 好新鲜的味道我第一次吃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在台湾真的是太多美食了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美食还不一样 我现在都有点吃不动了 但我什么都想试一下 我感觉来台湾了 我已经盘了几斤了 就不停地吃不停地尝试 如果是吃货的话一定要来台湾 今天在这里跟着两位台南的朋友 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林 姓林 双木林 我姓侯 祖侯的侯 非常感谢你们两个接待 对 现在这里是嘉南平原 对对对 从嘉义到台南 沿途到处可见的绿色稻田 这就是台湾最大的平原 嘉南平原 面积4550平方公里 属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多宜 全年温暖 素有台湾古餐之称 虽然台湾不是很大 质量风光很丰富 这种地面都有 像我们现在这里是 第一次 那韵珍 你这边你是姓什么人 我姓 我是佛教徒 但是家里也有供奉 就是我们的祖先 然后也有供奉 那个一般的 就是道教的生命 都有 对 因为当时 就在车上你跟我聊天嘛 你说你吃灾的 我大概想到 可能就是佛教 对对对 点灯 对有光明灯 什么 然后智慧 点光明灯 智慧灯 然后如果办太岁 比如说今年是属容 属容的就会办太岁 然后偏充啊 我们就很习惯来台湾的庙里点灯 哦 对 算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中心 现在我们来到了水火同源哦 这个是台湾的奇景之一 是 对 然后它水火同源是因为它旁边有那个天然气冒出来 哦 天然气 然后旁边又有山泉水 那所以造成 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水火不同源 但是这边水火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色 那很神奇 对 它就是一时不断的有天然气冒出来 哦 它就是火点燃它 所以它会一直烧 去景点吃东西啊 价格也不会贵耶 都控制得很好耶 嗯 价格算平民爽吃 但是台湾这几年其实物价通膨也是 是吗 蛮厉害的 一个便当就是已经快将近一百块甚至破百了 啊 对 嗯 对啊 还是物价多少有一点波动 还算涨 但可能不像国外有些波动的那么夸张 是很夸张 多年了吗 哦 那很神奇啊 它就是有咸水 哦 它会有咸水 对 一咸水还更多的 现在很可能 整个大环境改变 它水越越少 这个是槟榔花 用槟榔花来炒的菜 对对对 槟榔花 然后这是龙须菜 龙须菜 龙须菜 然后这都是山里面的野菜 哦 对 咱番薯 然后这个是甘蔗薯 这是芋仔鸡 芋仔鸡 这是一个铁桶的意思 哦 铁桶 所以我比较感兴趣啊 像台南跟台北现在就是人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在台湾应该都还蛮离足的 就是信用上可能差异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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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具是2万多楼 2万多楼 2万多楼 那是全国都是一样 那一样的 包括外劳都是一样 看工作性质 对 看工作性质 跟劳力 对 对 就大部分的普通人啊 就比如送外卖的啊 或者是说是做一些体力活的啊 比如服务员啊 通常都应该都是3万多块 哦 3万多块 南部都是3万多块 北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好 非常好 是 呃 可以举个例子吗 对 好 我就以我们这边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所谓 区域的医院 这边就有两个大型的区域医院 嗯 算是像柳营啊 柳营齐美 齐美 那算是蛮大型的医院 对 然后 在过去在泰保那边嘛 泰保那边的医院 对 然后他那边有成大医院 还有好多大的大医院 班来说 我们就是如果是以我的话 我也会希望说是 因为比较不会去占对方便宜 哦 对 那现在的女性已经比较有经济基础了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来说 嗯 那他比如他他到了退休年龄的话 他大概能拿多少了 3万 4万 应该是3万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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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那一个 3万 一定是3万 3万以上 台币 对对对 投保连职多久 哦 对 比如说你 嗯 投资了 投保三四人跟二十人那是 零不一样 哦 对 开始看年线来 对 那那一定是一个保险这种回馈的 对 然后聊一下这边的房子呢 谢谢 对 房价非常贵 非常贵 哦 对 尤其是台南这几年暴涨 嗯 台南的房价 对 一瓶 市区到二 像 超快三十万 像台湾 三十万 三四十万 大了 那三四十万 台北更不用说 对对 那更贵 确实 像这边乡下 等一下 刚才看那个透天是3千万的 对 台湾的一瓶就相当于是3点多平方米了 对 对 是比较大的 对 当然没有 欢迎你 没有 还有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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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给我们观众的介绍 谢谢 谢谢 我感觉台湾人都好客气好热情 而且呢 很有人情味啊 刚走的时候呢 那个餐厅的老板娘还给我 一定要让我试下他们的车轮饼 然后应征就给我带来很多台湾的特色小吃 太多了 在台湾呢 去哪里都很便捷啊 我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台南市了 在Airbnb订了一个民宿 在台南车站旁边 这住吧 你是不是住的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 就正式来探索台南的市中心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 台南呢 就有点类似于大陆的西安 在台湾有文字记载的400多年历史里面 有260多年呢 台南都是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可想而是的重要了啊 在这边呢 也是多种文化混合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有很多的老建筑 有欧式的 有日式的 也有清朝的 各种各样的文化美食都混合在一起 看那些欧式建筑啊 都非常的专严权威的感觉哦 一看就知道是银行 现在是土地银行 在这个银行的前面呢 那里就是零百货 也就是日记时期时候建的一个大型的商场啊 现在保留到了现在了 我觉得台南呢是来台湾一定要到访的一座城市 真的美妙极了 是一座人文博物馆的城市 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一块区域啊 就是现代和历史的结合 而且呢还兼容了市井的烟火器 可以看到哦 这里呢就是台南的美术馆 而且是有一馆二馆的 可观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呢再往前面你又可以去看文学的力量啊 有文学的博物馆 然后在前面呢就有儒家的孔子庙 然后中间呢还有日记时期的舞蹈网 你好 可以帮我拿一支吗 草莓的 要大的小的 大的一百小的发誓 今天挑两支都在折扫 OK 谢谢 你是国华街的西施了 对 谢谢 声音好吗 还开心 好 谢谢 这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街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招牌 老店 还有平民小吃 像我这杯喝呢才25台币 非常的实惠哦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地方来代表台湾的文化的话 比起101 我可能会更选择这里了 更有标志性 这是一家50年的老店呢 我点了一份圆明肉圆 然后再超红圆 好兴起啊 这味道我第一次吃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它那个面体呢 有点像那个 粉果 然后里面 拌着肉 这个肉饼 吃起来很弹口啊 也很入味 它应该有点放了些中药材的在里面的 可是又吃起来有点中药材的味道 还有鸭蛋丸 用料这么实在 价格才50台币 还点了一碗贡丸汤 它这个贡丸也不错啦 都是真材食料 还有加淀粉 而且价格也实惠才30台币 我看到有一个阿婆水 看起来挺好玩的 出于好奇 还是点了一杯阿婆水来试一下 味道呢喝起来就像没有气的汽水 有点甜味 这种饮料呢是日记时代时候传下来的 以前呢就是在水里面加一种香料 叫苹果味的香精吧 所以说呢就叫Apple水 然后翻译过来就变成阿婆水了 大家肯定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啦 我也是看这里介绍的 这个是阿婆卤面 哇在台湾真的是太多美食了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美食还不一样 都不同样的 我现在都有点吃不动了 但我什么都想试一下 这个猪肉是裹着面粉 然后煮的 好嫩啊 还有很多菜啊 还有白萝卜 还有木耳 就是它卤的汁也不是那种很咸的 很鲜甜那种感觉 我感觉来台湾了 我已经判了几斤了 就不停的吃不停的尝试 如果是吃货的话一定要来台湾 看着你啊 秋秋水 茫茫啊 就怕贝贝 我咖哩 咖哩是底级 小酒酒 我时候呢就是安平古堡 是台湾的第一座城堡 是在1624年 荷兰人为了从事东南亚的贸易 而在这边所修作了一座城堡 当时呢是称为 Olandra 还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民意中注定啊 那一年呢也是正成功出身的一年 安平古堡原名Fort Orlandra 当时又称为完成 是荷兰东义的公司在1623年所建 曾是荷兰集民正时期 统治台湾的中树 洛霞以安平相辉映之锦 也被誉为台湾八锦之一 在台湾呢大部分人是姓妈祖的 这里呢又是台湾最早的妈祖庙 天后宫 看旁边还有一个妈祖学院 我是第一次见到有妈祖学院的啊 不知道大家观众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 这就是台南的特产虾饼 对 它是怎么制作的 飞鸥炸的 飞鸥炸的 味道还行啊 虾饼的话一包是120 这个是樱花饼 其实也就是在虾饼上面再拌一点那个虾米了 价格呢是50块钱一个 买二送一 试一下这个 味道还不错啊 而且呢还拌一点僵尸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口感呢 又中和了 不会那么的腻的 也不会腥 在台湾的街头呢 非常多的饮品店啊 而且呢 它这边是自带环保杯的话 还可以减5块钱的 大部分的店都是这样子的 这样就很环保 试一下这边的原味冬瓜茶是30台饼 冬瓜味很浓厚 整个台湾之行就是吃吃喝喝 好了 我赶紧回酒店吧 要不说话又要再继续吃了 我们明天见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台南的成功大学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这里和台湾的高等学府的学子 来聊会天 我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考的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好漂亮的金肝鸚鸚鸥 太容易撞到了要小心 好准备AB喊C准备来 ABC 好来 五六 C 好来 左手比个赞 对 很好 OK 很好准备 来 准备三眼赞 来 一二三 赞 哇 我看那个金肝鸚鸚它叼了一条鱼啊 哇 你看到没有 真的叼了一条鱼啊 好像是鱼吧 好自由啊 这里生态好好啊 诶 这边还有一只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它的肤色很难发现 今天是周六啊 好多人来这边考试 这应该是过来借教室来考试的 这位同学你好 怎么祝福你呢 呃 你称呼我王同学就好了 哦 好的 好的 你是在成功大学读什么系的 测量及空间资讯 哦 呃 你平时有什么学习秘籍吗 就你一天学习多长时间啊 呃 看状况吧 看考试多不多 是吧 那到平时呢 八个小时 五个小时 还是更多 去掉念书时间的话 不会那么久 就去掉念书时间应该 两三个小时吧 好 小妹好 小妹好 那你是这边的学生是吧 是 哦 你是读什么专业的 建筑系的 建筑系的 OK 我觉得建筑系很难讲 因为建筑系的时间跟其他系的比起来就是 特别多 哦 特别多 哦 特别多 那大概是多久呢 全上除了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是 都在学习 都在学习 哦 那好辛苦耶 那你有什么爱好吗平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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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之类的 睡觉 睡觉 呃 会不会运动的 会 比如你骑脚踏车之类的 有会吗 很少 呃 比较少 呃 OK 最后的问题啦 你愿意赶 比较赶时间 呃 就是你未来五年有什么计划 就毕业之后 没有 还没有特别的计划 呃 会留在台湾吗 还是说去国外 应该会留在台湾 哦 留在台湾 对自己的薪食有什么期望吗 有个 是 还没有想那么多 呃 先在台湾看看吧 我觉得够用就好了 因为我也不是想赚大钱 哈喽 你们是这边的学生吗 呃 他是 我是台大的 哦 台大的啊 哦 更厉害了 对 那你们两个是在一起多久了 呃 我刚在一起了 22天 哦 22天 哦 恭喜恭喜 你们两个恋爱的时候 约会的时候是谁买单呢 还是AA 谁买单是吧 对对 谁买单看是什么事情 如果是我来成大 他可能就会请我吃饭 对 但是也不是 但是也不是全部 对对对对 就还是会分啦 对对对 我觉得 就是 男生可以主动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 全部 对对对 还是要一起分担啦 那方便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你呢 气管 呃 什么 企业管理 哦 企业管理 哦 企业管理 哦 企业管 OK 呃 有什么学习秘籍吗 你们两个都是学霸了 学习秘籍吗 对对 我想一下 你先讲好了 好好想一下 就我觉得有问题就要问老师 然后多练习题目 我觉得 呃 错题定正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从中知道 你不会的知识点在哪 然后并且再去复习它 因为你会的东西 你去写题目一定是对的 但你不会的东西 你去写题目错的话 就可以再去知道 往前翻 你自己错了哪些知识点 然后就可以再复习 所以我觉得错题定正是最重要 还有就是寻求老师的帮助 哦 OK 哦 谢谢 谢谢 所以是 要讲给高中生听的吗 啊 对啊 对啊 就去分享给观众听的 好 分享 那我觉得是就是 呃 按部就帮人学习 然后 因为你 读这些的重点是 考试要考高分嘛 对 啊 我觉得最重要 我觉得是自信 就考试的时候自信 就是你不能慌 就是你不能看到题目很难 然后你就会慌 然后下面就下 写不下去 不行 就是题目再难都要写下去 就是你要有自信 就是你写下去一定是对的 OK 对 我觉得是这样 OK 那我很好奇你平时学习呢 是一天的学习时间占多少 哦哦哦哦哦哦 先讲 我之前在准备学册或者是分科的时候 一天都是读十个小时以下 十个小时 哦 就是起床读书 然后读到 读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 才回去休息这样 就是还是要努力啦 对 我的话是 先讲我那时候准备分科车验 因为准备学车的时候很困 我准备分科车验的话 是早上八点多到学校的图书馆 然后 就是 看 通常到五点过后就是放学嘛 啊我可能会留完之息 对 有可能会留完之息 对就是还蛮认真的 那时候 还蛮认真的 还是上个大学之后就不是那回事了 是吗 上大学 上大学就是 考试前零食抱佛脚那种 OK 那平时有什么课外活动吗 有什么爱好吗 课外 课外活动我想一下 其实还好也没有什么 就是 会跟室友出去 对 看是 因为我没有 我也没有看电影那种 没有 那种 兴趣 对 所以我通常都是出去 都是吃东西 都是吃东西为主 对 然后偶尔会去看个夜景之类的 对 那接下来可能会问一个 严肃一点的问题 哦好 没有问题 就是 你自己未来的五年有什么规划吗 五年内吗 对 五年内我是想要把英文修好 OK 英文修好 然后之后 我研究所可能会出国 会出国 研究所可能会出国 去哪里吗 有考虑 嗯 美国还是哪里 美国或是 应该是美国或是中国也有可能 英国也有可能 对 目前就是想这三个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会当完兵 先当完兵再出国 还是 出完国回来再当兵 都有可能 对 那你呢 外来五年 对对 就是 把大学修完 然后应该大二会去接家教 就是也是修好英文 然后去接家教 然后大三大四应该就是 去企业实习 然后未来可能会考研究所 然后可能跟他一样 考国外研究所 可能一起考 那太好了 好 OK 最后 你想出国吗 随手就可以 说一下英语来 不要 不要 我现在有点不好 我现在有点不好 想要对观众说的话 对对 高中生吗 对对都可以啦 就是加油啊 就是 你不试试看一百分的自己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强 好 嗯 我觉得 不要想那么多啦 太多的担心都是于事无补的 就 认真的 评一个自己想要的科系就好 对 不用太担心 对 我觉得 如果能力就一定会做到 啊如果你实力不够 那你 就是 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 所以多余的担心都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呢有一次周六的原因 所以说在这边呢 学生不是很多 但依照的学生都很热情的 给我们分享 在这里呢也祝愿成功大学 应该是 整个台湾的学生 把它做成了学业有成